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讲增值税的第二个知识点 征税范围的特殊规定的第一部分内容 特殊的征税项目 首先来看第一点叫做罚末的物品 罚末的物品要不要交增值税关键看什么 关键看处理这个罚末物品的主体是谁 如果是执罚部门和单位处理罚末物品 那它收入的去向就只有一个,上缴财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它征税吗 当然没有必要 比如说你卖出去一批货物卖了100万 然后你先对它征一部分税 剩下的钱交到财政 然后税到了税务局,税务局再去交到财政 有这个必要吗?没有这个必要,对不对 所以执罚部门和单位他们处理的话 我们在征税上是不征税的 另外就是对于经营单位和指定的销售单位 如果从执罚部门买来了这些罚末的物品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从性质上来说 它就不再是罚末物品了 它已经是纳入到了正常销售渠道来销售的一般性的货物了 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征税就怎么征税 所以注意一下,对于罚末物品 我们教材上其实是写了一大段的 但是看这张表格就可以 关键是看处理罚末物品的主体是谁 它的收入去向是什么,上缴的财政的不征税 如果纳入正常销售渠道的正常的征税就可以 另外第二点,航空运输企业 以销售但未提供航空运输服务取得的余期票证收入 按照航空运输服务9%的税率缴纳增值税 说的是第三遍了,是不是 所以就算是航空运输企业 你并没有真正的提供这些服务 但是钱到位了,你就去交税吧 另外需要跟他区分的就是 如果是为客户办理退票 收取的这种退票费的收入 手续费的收入 按照现代服务当中的其他现代服务 来缴纳增值税 这个时候其实你是真的没有去提供这个服务 并且你也没有真正的收到 你的运输服务也好的 这种服务的完整的费用 你只是收到了一个手续费,一个退票费 所以这个时候按照现代服务 其他现代服务来缴纳增值税 接着第三点 纳市人取得的财政的补贴性的收入 如果是跟他的销售货物 劳务服务和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 或者是数量直接挂钩的 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按照规定来计算 缴纳增值税的 但是在其他的情形之下 也就是说你取得的这个财政收入 跟你销售货物 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和不动产这些应税行为 它的收入数额 或者是你的销售数量 没有任何其他的直接的关系 那你就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所以财政补贴收入这一块 是要区分情况的 我们国家在很多年 其实对这一块的规定 都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明确了 并且呢 在考试当中其实是涉及到过的 关键就是干跟数量挂不挂钩 跟数量挂钩的交 如果是跟数量不挂钩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从政府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 一般都是政府给你笔钱 让你这个搞搞你的什么环保呀之类的 有一些供应性目的的 这种咱们都是不征税的 政府不会无缘无故给你钱的 接着第四 在融资性的售后回租业务当中 成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 不属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不征收增值税 这一块 其实我们看到这句话 应该很明确了 融资性的售后回租业务 它是属于哪一个行业呀 没错 是属于金融服务当中的 贷款服务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对于融资性售后回租的性质认定 就是它是一个贷款服务 融资租赁公司 它是为了取得利息 所以成租方出售资产 它是假出售真融资 融资租赁公司 你取得资产 也就是为了取得一个抵押物 你也不是真的要去买这个资产 所以从经济的实质原则出发 对于成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 我们不征收增值税 接着第五 药品的生产企业销售 自产创新药的销售额 为向购买方收取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重点在这儿呢 其提供给患者 后续免费使用的相同的创新药 它是不属于增值税 适同销售的范围 不征收增值税 这什么意思啊 有一些药品的生产企业 它会生产一些创新的药品 尤其是针对癌症的病人呀 罕见病人的这种创新药 那么可能是它在提供这个药品的时候 它呢 一次性的向你收取了一笔费用 但是之后呢 你后续治疗 使用的这种相同的创新药 它就不再收费了 那我们说对于之后学过 适同销售的话 你就知道 我们企业自产委托加工 或购进货物 如果直接赠送的话 是要适同销售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是不需要适同销售的 因为呢 我们想一下其实这种生产 资产创新药的这种药品呢 如果是能让你后续免费使用 一般来说呢 都是针对的这种特殊的这种病人 那我们国家从为这些病人 减轻经济压力的角度来考虑 也为了鼓励这种药品生产企业 免费提供创新药的这种角度考虑呢 我们就不把它作为视同销售的这种范围 而且呢 为什么药品生产企业会这么做啊 主要就是因为 它一呢 是确实是可能有一些药品生产企业 它有一些公益性的目的 但是呢 更多的呢 还是它可以从这些 后续的这些患者这儿 得到一些这个药品使用的一些 后续的反馈啊 一些不良的副作用等等的这种信息 那接着呢 第六点就是根据国家指令 无偿提供的铁路的运输服务 航空的运输服务 它是属于用于公益事业的服务 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比如说在疫情期间 如果国家指定国航 指定国家的铁路集团 去咱们的疫区运送抗疫的物资 或者是一些医疗的团队的话 那这种情况 它是以公益为目的的 对它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那接着呢 就是存款利息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这块呢 在讲到金融服务的贷款服务的时候 我让大家记住八个字叫做什么 存款不征 指的是你存到银行的钱 取得的这种利息的收入是不征的 另外我还让大家记住了四个字 叫做贷款不底 也就是说呢 你支付出去的利息支出 是不能抵扣你当期的进项的税额的 并且呢 不但是你支付的这种利息 不能抵扣进项税额 另外呢 与该笔贷款直接相关的 同融资的顾问费呀 手续费呀 咨询费呀 等等费用 它的进项税额都是一并不能抵扣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这个贷款不底的 这个规范规定出来了之后呢 那我们银行也好 企业也好 它就会想办法嘛 因为毕竟想多抵进项税额 所以有的时候 它就会变换这个贷款利息的名目 它不用贷款利息 它说 我支付出去的不是利息 我支付出去的是什么 投融资的手续费呀 顾问费呀等等 只要跟贷款相关的 那通通的算作贷款利息 通通的不能从你的进项税额当中抵扣 好吗 接着呢 是第八 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付 不征收增值税 什么是保险赔付啊 比如说 企业对自己的移动大楼投保 那大楼呢 是被火烧了 那这个时候呢 保险公司就要去进行赔付嘛 企业就会从保险公司取得一笔钱 那我们说对于这笔钱来说 保险公司的这种赔付款 是不可能超过你 你的损失的 只是小于或等于你的损失而已 所以企业其实它是 没有真正的获得什么额外的这种利润的 所以这种获得的保险赔付 我们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接着呢 我们来看第九项 房产主管部门 或者它指定的机构和公基金的管理中心 开发企业 以及物业管理单位 代收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不征收增值税 那什么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指的就是专门用于咱们小区的公共设施的 维护更新修理改造的资金 那么这笔钱在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就要交上去 那交给谁呢 可能是交给房产的主管部门 也可以交给一些指定的什么银行呀 公基金管理中心呀等等 总之这个钱呢是不在我们手里的 但是呢作为我们业主来说 我们是拥有对这一笔钱的所有权的 那么这银行也好 公基金管理部门也好 那他们代收的这些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呢 不是他们的钱 所以他们收到了之后 他们是不需要征收增值税的 那我们这个这个钱用来干嘛呢 就是等到以后咱们小区 比如什么自行车棚漏了呀 什么空调了 什么护栏不结实了呀之类的 那这个时候物业一般都会去找 这个这个业主管理委员会去商量一下 要不要大家一起修一下 要是都同意了的话呢 就再去银行把这笔钱取出来 然后咱们再用来咱们小区 整体的公共这个区域的这种维护和修理 所以这种钱的话是不需要缴纳增值税的 另外呢就是纳税人在资产重组的过程当中 通过合并分离出售置换等方式 将全部或者是部分食物资产 以及与其相关的什么债权呀 负债呀劳动力呀 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 这个呢是不属于增值税的增税范围的 这个相当于是重组过程中的资产转让 但是我们说重组过程中 一定强调的是资产 负债 劳动力 一并转让 比如说M公司 被N公司吸收合并了 将全部资产负债 全部都通通的转让给了N 那这个时候是不征税的 但是我们说M公司将一台设备卖给N 那就是销售货物正常的来交税 所以是非重组过程中设计的资产转让 照张征收增值税 一定是重组过程中的不征收增值税 因为企业的重组是一种什么行为呢 它是一种要么就是你引入了战略的投资者呀 要么就是你对你的资产要进行优化的配置呀 对于这种资产重组行为 我们国家是鼓励的 所以无论是在企业所得税 还是在汽税 还是在增值税当中 还是在土地的增值税当中 对于资产重组 我们都是有一定的优惠的 增值税这块要寄老 一定是要一并转让 你不能光转让资产 你转让的话 你能复债 劳动力通通都给你转让出去 接着第11项叫做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也就是简称单用途卡的业务 另外呢 12项叫做支付机构的预付卡 我们简称叫做多用途卡的业务 这个这两项业务呢 在教材当中呢 也是一大段 但是呢 其实呢 他们的处理方式是完完全全相同的 完全相同的 所以11 12我合并来讲 好不好 通过一个例子合并来讲 看上去呢 是有一点复杂的 但是实际上呢 只要是通过一个例子 我们就完全可以简化自己的理解 首先我来讲一下 什么叫做单用途卡 什么叫做第12项说的那个多用途卡啊 单用途预付卡呢 其实呢 简单来说就是买卡消费 我们知道就是在京东的集团的内部呢 有一个叫做京东的世纪贸易 什么有限公司 这个公司呢 就专门处理 京东集团内部的预付卡的业务的 所以你登陆到京东的这个页面 最右侧就是有一个什么易卡中心 你登陆进去了之后 你就可以在那买卡 买完卡了之后 你就可以用那个卡 在京东自营的店铺上去刷卡消费 或者是京东自己开的 那个什么7thrash那种店铺 你就可以去消费 但是在京东集团内部 在京东的那个网站上 非自营的店铺 你是用不了那个卡的 只有自营店铺使用的 所以这个卡是就京东集团内部的 一个预付卡的发行中心 这种呢 就叫做预付卡 那多用途卡呢 这种呢 就是叫单用途的预付卡 另外还有一种多用途的预付卡 多用途预付卡 就是它可能 它就不只是在一个集团内部使用了 你可能除了在这个集团 你可以在那个集团 你可以跨地区的使用 跨行业的使用都可以 它的用处是更多的 那么单用途卡和多用途卡 它最主要的区别呢 就在于它们的使用范围不同 地区不同 行业不同 另外呢 就是它们的监管部门不同 因为单用途卡呢 是商务部来监管的 那多用途卡的话 它既然使用的范围是更大的 所以它的监管就会更严格 是由央行来监管的 但是呢 在税法上 它们没有什么区别 税务处理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接着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第11条和第12条 写的是什么 我们只看11条就行 12条跟这个是完全是一样的意思 税务处理也是一样的 首先看一下11条 说单用途卡业务 它的税务处理的文字表述 首先作为售卡方来讲 销售单用途卡 或者是接受单用途卡的持卡人 充值取得预收资金的时候 是不需要缴纳增值税的 因为这个钱只是你的预收资金 真正的购卡人 他在持卡到商户那消费的时候 那商户接受了这张卡 回头来肯定在跟你结算呀 你这个钱得给商户 它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销售收入 所以这时候 作为售卡方来说 它是不需要缴纳增值税的 但是呢 它可以向购卡人 或者是充值人 开具一个普通的发票 不得开具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它为什么可以开票呢 是因为购卡方有的时候是企业呀 那企业它得要票来什么 来入账啊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给它开一张普票 但是呢不能开专票 那作为售卡方来说呢 我们说它可以开什么样的专票呢 它如果要是收取了这个佣金的话 它是可以开票的 因为我们说 我们购卡方买了这个卡 到商户呢去消费了 商户接受了这个消费了之后 之后呢回来之后 肯定要跟这个售卡方来去结算嘛 那我们说售卡方提供了这种销售单用图卡 并且办理相关资金 收付结算业务 那咱们得收手续费 得收结算费 得收服务费 得收管理费 那这时候咱们挣的其实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费用的钱 那这个时候才是我们真正的销售输入 按照规定 可以开专票 也可以这个这个缴税 按什么缴 按商务服务服务当中的经济代理服务来计税 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真正的销售房 那咱们持卡人拿着单用图卡去购买货物也好 服务也好 那这时候真正的这个商务 也就是销售方 他要按照现行的规定来缴纳增值税 因为他是真正的提供了应税服务的人 但这个时候呢他还能不能开票了 他不能开票了 不能向持卡人开机票 因为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想一想 在售卡的时候 售卡方已经向购卡人和充值人开票了 那我们说这个时候 那真正的持卡人他在消费的时候 他就不能再又取得一张票了 对吧 那么我们的销售方最后呢 他在去跟售卡方结算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说销售方 在收到售卡方结算的销售款的时候 应当向售卡方开具一张增值税的普通发票 那也不能开具增值税的专用的发票 为什么要向售卡方去开具增值税的普票呢 那咱们售卡方把钱都给人家了 咱们还需要一个凭证 住账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从销售方取得了一张增值税的普通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呢 来讲一下啊 讲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 首先有一个M公司 它是购卡方 买卡的这一方 它从某集团内部的预付卡的发行中心N 它相当于是售卡方 购入了不记名的单用途的预付卡10张 每张的金额呢是1000元 共计是1万元 那么购卡方这M公司呢 就使用预付卡在这个集团内部的一个商户A这里 也就是实际的销售方 从它这呢 购入了会展用批一批 共计是5000元 相当于10张花了5张 随后呢 预付卡的发行中心N呢 与该商户A呢 结算销售款 对不对 那刷卡买了5000块钱的东西 预付卡中心 大把这笔钱给人家商户呀 对吧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这种不同的交易环节当中 不同的主体分别怎么样进行税务的处理 首先呢 在售卡的环节 涉及到了 售卡方将卡卖给购卡方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售卡方的这个 预付卡发行中心N 它呢 向购卡方M公司销售预付卡时 收取的1万元 这个时候其实是它的密收的资金 之后人家购卡方消费的时候 这个售卡方还得把钱给实际的 这个提供了货物或者是服务的商户呢 所以此时呢 它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但是呢 它能不能开票呢 这个时候是能开票的 售卡方可以向购卡方M公司 开具代码为601的 不征税的增值税的普票 但是呢 绝对不能开具增值税的 专用的发票 那我们说什么叫做代码601 这个是给大家补充的一个知识点 我们不征税发票 都是有这个数字的 601 602 其中 预付卡这个业务呢 开具的不征税的发票 就是601的这种不征税的发票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购物卡方M公司 拿到的这张票回去 就可以顺利的入账了 虽然呢 这个呢 不是一张专票 那么我们的售卡方N 它因为发行或者是销售预付卡 并且办理相关的资金收付 结算义务之后 它可能会取得一些 后续的手续费啊等等 大概率呢 就是那个商户给它的 那么这个时候 按照经济代理服务 来缴拿增值税 它可以开具增值税的 专用的发票 这是它实际提供的这种业务 那我们的购卡方M 它取得的预付卡发行中心 开具的这张 1万元的增值税普票 它是普票 是不是 我们在学到一般计税方法 应纳税额计算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普票它是不可以抵扣 金向税额的 所以呢 在咱们的售卡环节 对于售卡方N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的权利义务 概括为叫做开票 不纳税 开什么票 开的是普通的发票 用交税吗 不需要交税 是不是 另外 那购卡方M 它取得了普票 它也是不可以抵扣 金向税额的 那么另外呢 在消费环节 也就是商户A 接受了购卡方M公司的预付卡 并且呢 实际的去销售 这批会展用品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要不要交增值税 当然要了 销售货物正常的 缴纳增值税 这就是它的纳税义务 属于征税范围之内 但此时 它是不能向M公司开票的 因为M公司 已经从售卡方 取得了一张普票 是不是 所以对于商户A来说 也就是实际提供了 增值税的 应税服务的商户A来说 它的义务简称为 叫做纳税不开票 税你得交上去 票你不用开 票已经被谁开了 票已经被售卡方开了 接着到了最终的结算环节 也就是商户A 它收到售卡方N 给它的这个5000元的销售款时 这个时候 它是可以向 预付卡发行征讯 开具一张5000元的 增值税普票的 也不得开具 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并且它还要在备注栏著名 著名叫做 收到预付卡的结算款 这张票用来干嘛 作为预付卡中心 销售预付卡 取得预收资金 不需缴纳增值税的凭证 因为我们想想 预付卡发行中心 它收到了咱们购卡方 那么多的钱 那售物局来查了之后说 诶 这不是你的收入吗 你怎么不交税啊 那这个时候 那售卡方就说了 说诶 这不是我的钱 这是我的预收资金 到时候购卡方 他去商户那买完东西了之后 我还在把这笔钱给商户呢 这不是我的钱 那售物局说 你有证据吗 诶 这个时候呢 咱们的售卡方就把 商户给它开的票 给拿出来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以备事务机关来 击查用的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在这个预付卡的业务当中 无论是单用图卡 还是多用图卡 它的整个的这个业务 就可以归纳为这张表 首先从主体来看 售卡方 它在售卡环节 是否需要纳税 不纳税 它没有真正的提供 这种销售货物啊 服务等等的 这种应税的行为 所以这个时候 不需要纳税 但是呢 可以开票吗 可以开票 可以开普票 但是不得开专票 但是呢 它收佣 它收了佣金 比如说从商户者 收到的佣金 这个时候就是 它提供的这种 中间的业务 它必须去拿税 并且呢 可以开专票 是不是啊 可以开票 另外对于销售方来说呢 它像真正的购卡方 也就是消费者 提供服务的时候 销售货物的时候 它呢 是必须得去拿税的 但是它不得开票 为什么啊 因为票已经被 售卡方开了 接着呢 在售卡方和销售方 来结算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不会涉及到 纳税的问题 但是此时 我们说 是不是会涉及到 开票的问题啊 是会涉及到 开票的问题 此时 我们的售卡方 把钱给了销货方 那销货方 要给售卡方 开一张普票 也是不得开具专票的 这就是整个的 预付卡业务 该如何处理 我现在讲的时候 如果要是有些同学 还搞不清楚 什么叫售卡方 什么叫购卡方 什么叫销货方 那么你结合着前面 MNA 这个例子 你再重新的去理解一下 整个的流程 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从这个例子 当中也可以看出来啊 从纳税筹划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说这种购卡方啊 它买卡 它是取得不了专票的 但如果它不是通过 买卡来消费 而是直接到销售方 这消费的话 它可能是能取得专票的 所以从这个税筹的角度上来说 最好啊 那种一般纳税人 你能取得进项专票 来抵扣的这种企业 你就不要买卡消费 你就直接去消费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你买卡消费的话 你是从哪里都得不到这张专票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第三个知识点 征税范围的特殊行为 第一种特殊行为叫做 视同销售 那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的重要程度 非常重要 年年必考 那么从学习方法上来说呢 视同销售要靠理解 不能靠背 你背是背不住的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 视同销售的原理 为什么会出现 增值税 视同销售的情形 但凡你看到视同销售 你就要知道 它的产生原因 是因为税块差异 因为从会计上来说 有一些行为呢 它是没有经济利益的流入的 所以呢 它是没有办法确认收入的 但是我们从税法上来说 要么呢 我们是为了增值税 底扣链条的完整 要么呢 是为了平衡各地方税务局的利益 要么呢 就是我们想要及时足额的收到税款 总之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咱们税法上要视同销售 所以呢 视同销售呢 从类型上来说 区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叫做视同销售货物 第二种叫做 视同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那么服务 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是应改增过来的 所以这一块针对的 也是应改增过来的 这些服务 这些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另外从货物的角度上来说呢 其实是我们考试的重点啊 具体来说 视同销售货物 有这么八种类型 第一种呢 叫做将货物交付给其他单位 或者是个人代销 第二种呢 叫做销售代销货物 其实这两者讲的是一件事 就叫做委托代销 委托代销 无论是委托方还是受托方 都要视同销售 所以这两点 咱们是一起讲的 一个是从委托方的角度 一个是从受托方的角度 我们会讲它的原因 第三呢 就是异地移送 用于销售的行为 重点在于用于销售 这块讲的主要呢 就是总分公司之间 跨县市的这种 移送货物用于销售 也会产生增值 所以抵扣链条的 断裂的问题 所以这块呢 也是通过举例子的方式来讲 接着从第四点到第八点 这个呢 是我们一起来讲的 首先第四点就是将 自产和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非应税项目 其实这一条啊 我们可以删掉了 因为呢 这种非应税项目指的呢 就是我们 以前营业税的那些 不需要叫增值税的 叫做非应税的这种项目 现在的话 我们就 没有必要再去理解这一条了 所以真正需要讲的是 第五条到第八条 自产和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 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进的货物 作为投资 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进的货物 用于分配给股东或者是投资者 另外呢 就是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进的货物 用于无偿的赠送 简称叫做投分送 对不对 所以呢 那在这第五到八条当中 我们会发现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它是没有购进的 但是呢 投资分配赠送 是包括自产委托加工和购进的 原因很清楚 我们分别来去讲一下 至于服务 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非常简单的两条 理解上没有难度 重点就是在销售货物的 这种视同销售方面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项视同销售货物叫做委托代销 那什么是委托代销呢 为什么委托代销会产生视同销售的问题呢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在广州 有一家沙发厂 它如果对外销售沙发 它自己直接销售给广州的这个购买方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是直接销售了 会有代销视同销售的问题呢 那不叫视同销售 那就叫做直接销售 是不是 你该怎么交税就怎么交税 但是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说我们这个广州的沙发厂呢 它委托了大连的一家家具城 帮它销售一百万的沙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说大连的家具城 它收到了这批货物了之后 直接卖给了大连当地的消费者 此时你就产生了你的销售额呀 那你此时产生了销售额之后 你是不是就要交税了呀 那如果要是你不交税 我们说这个增值税是消费的纳税原则 你在哪消费你在哪交税 所以这个时候 大连的家具城跟大连的售物局说 这不是我的东西 这是人家广州其他的 不知道哪个沙发厂的东西 我到时候卖完了之后 我再把钱给人家呢 那你说大连的售物局 它能统一吗 当然是不能统一了 那你的账上清清楚楚 你就卖了这么多钱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连的家具城呢 它就一定要去交税了 它产生了销向的税额 那同样呢 不乐意的是谁呀 同样不乐意的是广州的售物局 因为我们想想 增值税够进扣税原则 那广州的这个沙发厂 它在生产沙发的时候 够进的这批原材料 可是在当期就抵扣过来 那当期抵扣就意味着 它根本就已经 没有负担这批税款了 那广州的税 我觉得等着什么呢 你进向都已经抵扣了 我就等着你卖掉呢 是不是 你卖掉了的话 我才产生销向 我才能收到税呀 所以发现了吗 问题来了 对于大连来说 这个家具城 它是有销向无进向 对于广州来说 这个沙发厂 它是有进向 无销向 增值税的抵扣链条 断裂了 那么想解决这个办法 怎么办呢 其实也很简单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广州的沙发厂 它给家具城 开一张销向的专票 那大连的这个家具城 拿到了这张票 作为进向来抵扣 不就行了吗 咱们整个的增值税链条 不就完整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说大连的家具城呢 它视同销售 同时从实际的生产商 这个沙发厂这 取得了进向的专票 那如果要是 人家让你卖一百万 你到时候把一百万 给了沙发厂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取得了一百万的专票 里外里相当于 你并没有实际承担税付 对不对 那么对于广州来说 那可能这批沙发 它进向呢 是九十万 那你销向呢 到时候给人家 开张专票是一百万 那你中间也就这十万元的增值了 去交税了呀 那广州的税务局 也是没什么话说了 对不对 所以增值税的链条 就已经完整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 接下来的问题 其实更重要 就是链条 虽然完整了 票虽然开出去了 关键是 咱们纳税 这个义务的顺序是怎么样的 按说其实是 广州的这个沙发厂 它先生产出来了沙发 然后给它运到了大连 是不是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 对于这个沙发厂 也就是这个委托方 委托代销当中的委托方 它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发生在什么时候 是它发生在 把这些沙发 移送给大连的家具城的时候 还是说 它这个人家大连的 这个家具城 把这沙发都卖完了 然后把钱 或者是代销清单 给它的时候 其实呢是收到钱 或者是代销清单的时候 也就是说 在委托代销的业务当中 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就是它纳税义务的 发生时间 其实是我们的 受托方先发生纳税义务 受托方就地 把这沙发给卖了 此时它就已经 产生了纳税义务 它先把税给交了 数据不管这东西 是不是真的是你的 你先把税给交了 毕竟你在当地销售了 对不对 之后呢 卖完了之后 交完了税了之后 它不是有了这个 卖沙发的钱了吗 它在把这个钱给委托方 委托方看到钱 或者是没看到钱 看到了一张 清清楚楚的代销清单 那么这个时候 委托方的纳税义务 就发生了 它就给家居城开票了 开完票了之后呢 整个链条就已经完整了 所以在委托代销 业务当中呢 其实是受托方 先去产生纳税义务 然后再是委托方去交税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具体的委托方和受托方 它的税务处理在文字表述上 是怎么说的 那既然受托方的纳税义务 是先发生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受托方 它是怎么处理的 首先受托方第一点 根据不同的销售方式 确定增值税 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 销售方式不同 具体的纳税义务的 确定时间是不同的 在学到征收管理的时候 我们会学到 比如说你是用 预收货款的方式呀 还是脱收成户委托银行 收款的方式 它纳税义务 确定的具体时间是不同的 总之你就根据 像直接销售一样的 这个销售方式来确定 你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就可以 然后你正常的去交税 按照实际的售价 来计算你的销项税额 之后呢 你交完税了之后 你把这个钱 就来给委托方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你是给他钱 有的时候呢 你是给他代销清单 总之对于委托方来说 收到代销清单 或者是代销款 二者之中 较早的那个时间 委托方的纳税义务 就已经产生了 委托方纳税义务产生了 此时他就能开票了 开票之后 受托方取得 委托方增值税 中用发票 他就可以抵扣 他自己的 锦项税额了 那么有的同学问说 那如果要是 受托方一直都 不给委托方 代销清单 或者是代销款呢 这时候怎么办呢 是不是委托方 就一直不用交税啊 不是 有一条具体的规定 对于发出代销商品 超过180天 仍未收到代销清单 以及货款的 这个时候 适同销售实现 纳税义务发生 也就是说 对于委托方来说 收到代销清单 代销款 以及180天 哪个早 哪个纳税义务发生 什么时候就可以开票了 这个时候 受托方取得了 专票可以抵扣 尽项税额了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 大家需要注意的 那如果要是 我们说在刚才的 那个例子当中 那广州的这个沙发厂 让大连的这个家具城 这批沙发卖100万 然后100万 到时候 大连都给了 广州的这个沙发厂 那我们说 大连的这个家具城 它挣的是什么钱呀 它其实挣的是什么钱 它挣的是中间的 一个手续费的钱 代销手续费的钱 比如说 委托方说 你帮我把这批 100万的沙发都卖掉 我给你5万块钱 那么这个时候 受托方 它取得的 代销的手续费 才是它真正赚的 这个钱 按照什么来计税呢 按照现代服务当中的 这个经济的代理服务 来计税 所以呢 税率呢 是6% 另外还需要注意 一句话的就是 不能以扣除手续费后的 款项作为销售收入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在刚才的 那个例子当中 我们说 受托方给了委托方 100万的代销款 此时委托方要给受托方 5万块钱的 代销手续费 那么这个时候 沙发厂和家具城就想了 说 我要给你100万 你要给我5万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给95万 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说这句话 不能以扣除手续后的款项 作为销售收入的意思 就是说 此时委托方的销售收入 按照100万来算 不能减去他给受托方的 5万块钱的手续费 要按100万来算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5万块钱怎么办 5万块钱其实是 委托方给受托方的 此时受托方是可以给 委托方开支5万块钱的专票 那委托方拿着这5万块钱的专票 是可以抵扣金项税额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啊 这就是委托代销 双方必须都要视同销售 才能让咱们整个增值税的 抵扣链条完整 那我们说具体来说 受托方 他到底又不要就销售沙发的 这笔业务来交税呢 其实关键就是看 他是不是加价销售 那如果要是 比如说我们说家具城 委托方让他卖100万 他自己偷偷卖了120万 那么这个时候 他肯定是给委托方100万嘛 剩下的20万留下 但是委托方给你开票 开多少钱 肯定是开100万呀 那么这个时候 你肖像简进一下 你肯定是带有差额的 你就得去交税了 所以关键是看 有没有加价销售 对吧 这就是委托代销 另外呢 我们来讲一下 异地一送 适同销售的问题啊 异地一送适同销售 在原理上 其实跟委托代销是差不多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说总公司在杭州 分公司在绍兴 那总公司生产出一批货物 往这个绍兴的 这个分公司去销售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出问题来了吗 跟委托代销是一样的 绍兴的分公司 在当地销售产生了销项税额 但是呢 货物是在总公司 杭州的这个公司来生产的 所以杭州总公司 有进向无销向 绍兴的这个分公司 有销向无进向 怎么办 这个时候还是一样 总公司给分公司 开一张专票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 分公司取得专票 就可以抵扣金项税额了 那么总公司 此时呢 也是正常的聚交税了 杭州的税务局 也不会来找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叫做 异地移送销售 但是呢 异地移送呢 我们说关键的问题点 在什么呢 在用于销售这几个字 另外呢 还有一个词叫做 跨县市 以及一个法人内部 首先 异地移送 它如果要是 什么跨这个 数据的问题 那数据都是 这个税款都是 杭州的数据收了嘛 所以它一定 得是跨县市的 如果是在一个县市之内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第二个重点 就是它一定是在 一个法人内部的 因为异地移送 它如果发生在 不同的法人内部 比如说是母子公司之间 那你就不叫什么 视同销售了 你也就是直接销售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是独立的法人 另外 重点次在于 用于销售 咱们这个分公司 它一定是用于销售了 如果它没有用于销售 也就是说 可能总公司 只是把一批货物 暂时的存放在了 分公司 过几天没准 又拉回来了 什么情况不知道呢 那这种情况下 就不会产生 销项税额 也就不会产生 这个分公司 销项和进项税额 的这种断裂 对不对 所以就不会存在 既然咱们 没有销项税额 那也就不会存在 这个分公司 有销项没进项 和总公司 有销项没销项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种情况下 也是不需要去交税的 所以异地移送 市同销售 它的重点在于 移送了之后 它得销售 所以对于售货方 也就是我们刚才 举的例子的 那个分公司来说 如何确定 它销售就是重点 所以我们在税法上 就强调说 售货机构 如有下列两项情形之一的 应当向所在地的 税务机关 缴纳增值税 如果未发生 两项情形的 总公司统一缴纳增值税 这句话说的就是 什么时候 你售货方 得去交税了 那交税了的话 产生销项税项 那你这边就得 适动销售 对不对 那一呢是 向购货方开票了 那你开票了的话 就说明 那你就销售了 被收钱了之后 你才给人开票 第二呢就是 向购货方收取货款了 你钱到位了 钱到位了 下一步就得开票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才是叫做 用于销售 另外呢就是 售货方在销售货物时 计算销项税额 并在取得 移送机构开启的 增值时 中央发表时 底扣性项税额 讲的不就是 咱们刚才的那个吗 那移送方的 这个关键点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货物从一个机构 移送至其他机构 用于销售 这个时候 移送方在移送的时候 你不是就在是 视同销售了吗 对不对 另外呢我们强调的呢 是一定是跨线市的 如果是在一个线市的话 是不会涉及到 视同销售的 所以异地移送 视同销售三个关键点 第一是跨线市 跨线市会涉及到 不同售物局的征管 不同售物局的征管 会涉及到增值 所以链条的断裂 第二呢是一个法人内部 如果是在两个法人之间的话 甭管你们是 百分之百控股的 母子公司也好 还是怎么样 那都是叫做 直接的销售 不叫做视同销售 第三呢是 一定是用于销售的 售货方 也就是我们刚才 例子当中的分公司 它一定是用于销售了 销售的产生 销向水额 产生了增值税链条的断裂 对不对 所以这是 异地移送 视同销售的问题 接着呢 我们来讲 其他的几项 视同销售 首先呢 第三项 非应付项目 这个就不看了 主要讲后面的这四项 首先呢 将自产和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用于 投资 分配给股东 或者是投资者 以及 无偿赠送 咱们先讲 自产和委托加工的情形 都是要视同销售的 为什么 比如说呢 你购进的原材料是90万 那么呢 税款呢 你负担的税款呢 就是90乘以13% 等于 11.7万 这11.7万 你购进当期呢 肯定是抵扣过了 因为咱们是平票抵扣 肖像跟镜像 我们是不一定匹配的 所以一般来说 你购进原材料 当期就扣除了 那么经过了 本环节的增值 你将这90万元的原材料 生产成了 价值100万的货物 这100万呢 你没有销售 如果你销售的话 相当于 你就找到了下一个背锅侠 你这100万销售出去的 对方会给你113万 你会把这13万 交到税务局 所以当时你抵扣过的 11.7万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你最后完完整整的 把这100万 所负担的13万的税款 交到税务局了 但是现在呢 你并没有将它 纳入正常的销售渠道 你干嘛了 你送给你的职工 作为集体福利 或者是个人消费了 或者是你直接送送给 什么小A小B了 你直接分配给你的股东 或者是投资人了 或者是你直接 对白投资出去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不会收到 下加给你的13万元的税 比如说你把你的货物 送给你的这个职工了 你好意思管人家要个税吗 东西你都送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相当于你不会收到 下加给你的13万元的税款了 那么也就是说 税务局如果要是 不管你要 它就没人要了 所以你自己必须要 把这13万元的税款负担了 你要视同销售 税务局才能收到 100万元货物完整的 13万元的税 所以这就叫做 有进有出 当年你不是抵扣过 11.7万元的税吗 这叫做进向税额 那现在呢 就必须要有13万的 销向税额来对应 有进有出 那除了资产委托加工以外 购进的货物 用于投资分配赠送 也是一个道理 对不对 用于抵扣链条的这个完整 你购进的时候 你抵扣了进向税额了 抵扣了说明 你没有负担这个税款 那么这个时候 你给股东了 你给你的什么 其他人赠送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销向你必做 你销向 这个时候 你才能把税交到税务局 税务局才能收到这个税 但是唯一的 需要考虑的就是 为什么购进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 或者是个人消费的时候 不需要视同销售呢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说你外购了100块钱的巧克力 不含税的价格是100块钱 那实际上 你要给卖家多少钱 对 你要给卖家113元 这是含税价 对不对 因为你是这个购买方吗 购买方要把这个税给卖方 卖方才能把这13块钱 交到税务局 那么拿回来巧克力 你直接发给职工了 此时你是不需要去视同销售的 为什么 东西发给职工 进入最终的消费环节 它没有投资出去 它没有分配出去 它没有赠送出去 它不再进入流转环节 而是直接进入最终消费环节了 所以你买巧克力的时候 你负担了13块钱的税务 卖家已经交到税务局了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说最主要的问题是 你这13元 就算是你取得了一个专票 你可千万不能抵扣 金像税额呀 我们说 购进货物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它不是同销售 是因为它没有销项 你进项是没有抵扣的 如果要是你把这13万 抵扣了进项 那你就要转出 这叫做无销 无尽 明白吗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说总结起来呢 视同销售这个地方 其实也很好理解 自产和委托加工的货物 无论是用于集体福利 还是个人消费 无论是用于投资 分配送送也好 你都要视同销售 因为在这种 自产和委托加工的环节 你是有一个 自己生产环节的 那你有自己生产环节 你购进原材料 你一般都是给它抵扣了 所以你抵扣的进项 你销项你就必做 这叫有销有进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你是外购的 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这个时候 你不需要去视同销售 因为它已经进入 最终的消费环节了 这个时候你不视同销售 但它也没有进项税额 也就是说不能抵扣进项税额 这叫做无销 无进 字有点潦草 大家随便看看 所以外购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的无销无尽 但是呢 你外购用于投资分配赠送了 这个时候呢 你也是要视同销售的 因为这种情况之下 你往往也是抵扣了进项税额的 所以也是有销有进 所以额外的 特殊的几个外购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的不视同销售 是不是 而投资分配赠送的 它重新进入多转环节 这个时候呢 往往都是要有一个 抵扣垫条的一个完整 这就是视同销售的这个货物的部分 另外我们再来讲一下 视同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这块很简单 第一条 单位或者是个体户 像其他单位或个人 无偿提供服务的 是要视同销售的 但是呢 用于公益事业 或者是以社会公共对象 公众为对象的除外 所以呢 无论是单位也好 个体户也好 比如说你无偿来为人家拉货了 你要正常的视同销售 但是呢 如果你到疫区呢 去做好事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相当于是 你以社会公众为对象 用于公益事业 你不需要去视同销售 另外单位和个人 像其他单位和个人 无偿转让 无形资产 或者是不动产 这个时候也是要视同销售的 一个讲的是服务 一个讲的是无形资产 和不动产 也是用于公益事业 或者是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 比如说你要是把自己的一栋房子 给了隔壁的企业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视同销售不动产 按照9%的税率来计税 但是如果你把你的这栋房子 捐给了希望工程 这个时候你呢 是不需要去交增值税的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细节啊 对于服务来说 我们主体呢 是单位或者是个体户 而对于转让无形资产 和不动产的话 我们的主体是个人 那个人和个体户有什么区别 这个一定要去分清楚啊 在税法当中的个人 包括了个体户和其他个人 也就是说 个体户和单位无偿提供服务 是需要视同销售的 但是咱们 比如说你 比如说我 咱们要是无偿提供了一项服务 比如说咱们这个开着车 把这个同事送回家了 那这种情况下 是不需要去视同销售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单位和个人 它涉及到转让无形资产的 这个个人 是包括其他个人的 咱们 转让无形资产 也是这个 哪怕是无偿转让的 也是要去视同销售的 你要是莫名其妙的 把你的一个房子 赠给了其他人 那这种情况下 你也是要 按照不动产来视同销售的 只不过咱们 对于个人转让 不动产 是有一些特殊的规定的 咱们之后呢 再去特别的讲 所以这呢 需要区分一下的 就是个体户 它无偿提供服务 需要视同销售 但是其他个人啊 这条当中的 其他个人 它无偿提供服务 是不需要视同销售的 这一点了解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把增值税的 一般的征税范围 以及特殊的征税范围 当中的特殊的项目 和特殊行为的 第一种类型 视同销售讲完了 好 拜拜